溝通技巧和合作性是很重要的 在這裡想提醒各位同學一句 我們現在不是在考DSE的口語 所以一些很灌頭式的語言 在這裡是不需要的 做模擬面試的時候 看到同學有一個共通點的規定 口說我很同意這位同學的說法 然後就在這裡說自己的論點 結果整場的討論 都好像每個人各自說自己的論點 這樣其實就不是一個好的溝通 互動是很重要的 所以你在說一些的論點 或者你說別人同意別人的項目 或者不同意別人的項目的時候 你都真的適而要在裡面 真的在回應別人的東西 在展現你一個團隊中是一個什麼角色 或者在展現你一些性格 所以其實有什麼可以表現到自己呢? 例如在所有同學都在同意 或者不同意一件事的時候 你會不會可以突破到盲點 說到一些大家沒有考慮到的東西呢? 或者大家都在同一個層面 譬如在個人的層面 說到這件事的影響 你會不會可以帶動到大家 這個層面談夠了 我們會不會可以談一下 一些對於社會方面的層面的影響 帶大家去另一個層次的溝通呢? 大家可以說一下 你們會不會放到這一個層面 就出去吧 很多人 applying